请问,触犯PTPA的惩罚是什么呢? 哦,那就是你常年营业额的10% 或者最高达到100万新币的罚款 哇,这样多啊? 对啊,很多人说,哇,这样多啊? 那肯定是大公司啦 政府怎么会对付我们这种小公司,对吗? 错了 其实政府实行这个法令是大小都应律平等的 重点是要你去注重保护个人隐私 所以呢,这个法令呢,将会越来越严格的再执行 我们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本地报章有报道 违反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令的公司被罚的 是已经越来越多了 而且呢,根据几个的案例已经达到128万的罚款了 其实这方面的资料更多 你们可以到这个PTPA的网站去看一下 上面就有很多被罚公司的情况 从一两万块到几十万的这个罚款 那这些公司呢 很多是被罚的很冤枉的 他们以为已经在遵守了PTPA的法令 实际上,主观上他认为是 但是客观上他还没有做到 符合这个政府的规定 所以呢,是不是要来上课呢? 要啊,要啊 哪里可以多学这个PTPA呢? 可以啊,那请扫描我们的这个QR码 我们有一天的课程 会教你怎么去注意这个PTPA的条例 怎么去执行符合PTPA条例的一些法规 所以呢,这个课程能够帮助你 能够让你避免被触犯了这个法令 被罚款 好,现在就报名